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是John Connor跟大家說 中國的國情 大家都記得很清楚 中國大陸 曾經 爆發過非洲豬的瘟疫 疫情相當之廣泛 導致 中國大陸 很多人使得沒得吃豬了 豬肉價格飆升 現在中國大陸竟然又出現 新型的豬瘟 亦都 使得 中國大陸的 糧食供應受到很重大的影響 詳細再去講解這個新聞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支持我們 記得點擊 廣告 建設性留言 按like 分享給朋友 月費贊助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講到這個新型的豬瘟之前 就要跟大家回顧一下 過往大陸發生 非洲豬瘟到底是甚麼情況 跟大家溫溫 在2018年8月的時候 當時就在中國大陸開始 大規模爆發豬瘟疫 非洲豬瘟疫 當時就是在 顧名思義 非洲豬瘟疫 就是在非洲一帶 有的豬隻 病毒 在2018年8月 中國大陸出現的豬的疫情 就是亞洲國家第一個出現豬的疫情 當時受影響的地區 就去到遼寧省的瀋陽市 而南面就去到江蘇省 的連雲港市 包括浙江和安徽一帶 也是受到 這個豬瘟疫影響 豬瘟疫 不會傳染給人 但是這個問題 正如他的名字 豬隻會互相感染 當時到了2018年11月的時候 大陸就報告有58次的疫情 在全國14個省 33個地方就爆發了這些疫情 當時 中國 政府能夠做的 就是要下令把 47萬隻豬 只能夠銷毀 正當 全球 大陸的武漢肺炎疫情 也相當嚴重 之際 中國真的和不單行 繼續爆發新型的豬瘟 國內四大豬肉生產商之一的新希望六合 出現了兩種新的非洲豬瘟 病毒株 專家說這些病毒株 並不是自然 突變 而是由人造成的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業界的人說 為甚麼是人為造成的呢 就是這個新的病毒 就很可能是由那些 山寨貨 的疫苗引起 聽到你這裏 不禁要打個冷震 因為 一說起這個情況 即時想起中國大陸 山寨廠的疫苗 到底會不會促成病毒 變成了另一個版本呢 大家都知道 一個很粗略的說法 其實疫苗本身就是一個病毒 所以大家都知道 假如疫苗 是出了問題的話 當然會產生很多很嚴重的後遺症 包括 原本沒有病的人會變成重病 相同情況 其實一樣發生在這個豬瘟裏面 大陸也知道 會不會有那麼多人買得起疫苗 去幫助豬打針呢 大陸除了出名這個 黑心食物之外 當然有大量的山寨貨 連疫苗也不例外 一樣是有山寨貨 這次 出現的新型的豬瘟的病毒 豬很可能就是來自 這些新的 所謂的山寨的疫苗 所以造成的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新希望六合 首席的科學官 叫做嚴志春 嚴志春出來就說 公司旗下 有幾個農場當中 有超過一千隻 這些母豬 還有增肥的豬 也是被染上了新的非洲豬瘟 他們的內部已經針對著這些染病的豬脊 進行一個銷毀的工作 以防止 這個豬瘟繼續擴散 報導裏面也提到 原來新希望六合發現 這些 感染了豬脊裏面 他們感染到的 這些病毒 就是有兩種新型的非洲豬瘟病毒的病毒株 當中就是缺乏了一至兩個 一般 即是原本的非洲豬瘟 所存在的關鍵基因 後果就是 即使 你把這些染病的豬 消毀了之後 病毒依然能夠使得 其他的豬 患上其他的慢性疾病 這次這個新型的豬瘟當然就是導致中國大陸 豬肉的提供量 就會大幅下降了 使得 本來中國大陸的糧食危機已經更嚴重了 只會使得 他的糧食危機 雪上加傷 根據路透社報導 北京獸醫 約翰遜 透露 在去年診斷豬的患病的時候 當時他的診斷就發現 病毒裏面 有一種遺傳基因 那個名字就叫做 MGF360 正正跟這次新希望六合 發現的新的病毒株 情況就一樣 也是剛剛好沒有了MGF360 以及另一種CDEV 的基因 所以路透社就說這兩種 缺乏了的基因 MGF360 以及CDEV 也是 正好跟中國實驗室研究的失敗疫苗 是一致的 換句話說 疫苗其實就是刪除了 其中一組基因 MGF360 刪除了這一種 刪除了病毒的毒牙 刪除了豬脊的身體 就可以 使得豬脊對這種病毒產生 免疫的能力 其實 疫苗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 修改過的病毒株 最後又變成了 突變 突變之後又變成了 另一種 出現的病毒株 而新的病毒也沒有新的疫苗 去對付 換句話說 在製造疫苗的同時 就變成了 製造這個病毒 變種 到底現在 說回武漢肺炎 到底現在出現幾種新型變種 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現在要去查也很難去查 大家知道 其實疫苗 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事項 尤其是當中國大陸 做生寨貨繼續走去 想要去發展疫苗 還要是偷 歐洲和美國 研究回來 自己去研究疫苗 到底疫苗有多麼危險呢 真的想想也覺得恐怖 當然 豬隻出現的新型病毒 變種當然會對糧食危機造成更加大的影響 本來豬肉價格 已經貴到難以想像了 現在再爆發新一波的豬瘟疫 當然就使得 豬肉的價格 和供應 豬肉價格大幅上升 供應大幅下跌 再加上武漢肺炎疫情 再加上武漢肺炎疫苗在中國大陸大規模爆發 可以想像到 到底中國大陸 面對這次的糧食危機和經濟危機有多麼嚴重呢 為什麼往往是大陸所謂禍不單行呢 其實當然跟政治制度物不可分 假如有一個透明公開社會 說真的 會出現 疫情相當差 像英國那樣 很少會發生 就算真的好像英國那樣 經濟有問題 也不代表 就會發生 好像中國那樣的糧食危機 因為所有東西 都是透明 公開 不會因為 有人隱瞞疫情導致 更加多的人受到感染 也不會有虛假的數字 硬用一個假的數字 去把那個經濟 硬告訴大家 沒有問題 大陸的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明明是充滿問題 但是數字告訴你沒有問題 實質 生產力就已經大幅下降了 當他的生產大幅下降的時候 他怎麼會能夠提供到 足夠的食物 給這個國家 本來中國 不是糧食輸出國 而是糧食輸入國 經濟出現問題 繼續用假數字 去騙人 受苦當然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中國大陸到底 會 怎麼下去呢 會不會爆完一樣又爆第二樣東西呢 我們大家就繼續留意著新聞 看看有甚麼最新發展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拜拜